2016总统大选民进党除了知己知彼之外 竞选的策略也强达网络战 专攻就是年轻的选票 而对于防止机密的外线 他们现在有独特的保密防叠做法 内部沟通是以三种通讯软体来交叉对谈 还自创了所谓的摩斯密码 像是吵架部指的就是党内的新闻部门 而右右部则是青年部 里头还会称呼党主席蔡英文为董事长 有这么多的法宝就是希望能够保密防叠 董事长今天会进总公司吗 他现在应该是在数字部那边 两人对话里董事长数字部听起来补萨萨 其实这就是民进党内部预防资安的新妙招 同样通讯软体交谈上也用了相同原理 简讯里直接点名右右部吵架部都要出席 还要规划董事长的行程动线 谍对谍打完代码外人实在跨龙谋 绿营大方解密原来吵架部就是新闻部 右右部则是青年部动脑部意志政策部 创意部跟字面意思一样媒体创意中心 少女部则是妇女部董事长就是主席蔡英文 善用网军的民进党强打年轻人 就怕水能在州复州不得不预防骇客 当讲到机密的时候通讯软体交谈 还会用到三种软体 例如A用LINE发话问 B在用WhatsApp回答 C在用FBmessage应答 多重防护避免有心人抢先取得党内机密资讯 绿营打选战戒慎恐惧 更对马总统近日出访过境美国所说 九二共识是模糊杰作一番言论不予置评 认为这是马英九的自满表现 随着2016选战越境 两大党态势越明 两岸问题依旧是话题风头 欢迎新闻林志鹏谈言论台北采访报道